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11月9日 先開始有一個聲明 現在網上或者是一些所謂的APP上面 有一個什麼石sir投資群 石sir投資指南 石sir什麼差什麼差的東西 那些完全不關我的事 他可能都是姓石 他也可能是做過sir 不過我個人是絕對絕對絕對 沒有時間去搞這些事情 所以如果有人說 特別他還有人介紹大家 買什麼股票的話 如有損失 不要找我 你找那位石sir 我說股票 只可以一個地方說 就是經濟日報 滅無他號 原料 Foodsop 香港電台曾經想找我講過 我說過 我告訴你收工 所以如果連港台我都不去講的話 我不會覺得我會在其他傳媒上講 所以很清楚大家留意 今天很簡單 拜登應該是當選的 為什麼說應該呢 因為特朗普還在打官司 因為我們真的不知道 那些郵遞選票裡面 會不會有困惑 應該是會有一點的 不過是困惑成怎樣 又被人抓到另一件事 所以在這點裡面 拜登應該還是可以 是有九成九機會 是做到總統的 解除總統之後 有幾件事是OK的了 就是說基本上 那個權力架構 就是參議院裡面 還是共和黨的 這個的是 眾議院裡面 都是這個的是 民主黨的 只不過上面的總統 就由共和黨人換了一個民主黨人 都是二對一 在這個二對一的 權力架構之下 永遠在美國來說 是一個半斑腳鴨的政府 拜登能夠做的事 是很有限的 一如好像是特朗普 所行為做的事很有限一樣 他所謂很有限的意思是 他只要用總統權力去做 不可以用全國之力去做 不過總統權力 都是做很多事的 你看到特朗普就是這樣 無論怎樣也好 社會上是穩定了 回來之後 應該拜登 是很著重做的 就是說 他要搞好國內經濟 他不會給那麼多時間 再搞國外的事情 一定做好國內經濟 做好國內經濟 那這樣會怎樣呢 沒有拍子的 你一定要怎樣 是搞疫苗 鼓勵人戴口罩 但是 在這個特朗普的統治之下 完全不戴口罩 疫苗又搞到 快說有 快說有 我的看法是 疫苗的進展是很複雜 不是那麼容易有 有了也未必會有用 因為你很簡單看 當然 丹麥突然間很多水雕出現問題 那搞到怎樣呢 自己歐洲入面 都已經是國與國之間不准過來 因為你會帶毒過來 水雕為何會這麼麻煩呢 因為水雕它是野生的 它不是隻雞 雞在中國來說不是散樣 是圈養的 所以我要撲殺雞很容易 所以水雕呢 它是在水域的野外生域 那一去到污染水源的話 歐洲很多的農業 就會很大件事 而且這個是在水雕上面的病毒 那個Mutation是快過 很多人都想不到的 水雕如果拍了水之後有的話 牛又怎樣 羊又怎樣 馬又怎樣 這些我們都不清楚知道 只不過我一直說 從我對這些新冠病毒 一個很簡陋的認識 而我完全是相信 明朝 吳有勝溫越病院所說的 他們的變化 真是你用回歸老的方法 不是那麼容易醫治的 你要做的只可以是顧本培緣 做好自己的防疫力 第二件事不要出去那麼濫濫濕濕濕 盡量保持射膠距離 因為吳有勝講的 內氣之所致 十失九空 還有一件事 你不要以為你大隻就可以成功 你大隻的時之中 不是代表你的免疫力好 你免疫力過強的時候 大隻的就是怎樣 反之而回的 就是吳有用所說的 精壯者死 為甚麼 反應過度 這些暫時不是在這個 所謂的投資裏面說 不過這個是基本的一些認識 又會跟我們投資社會有關的關係 因此 美國如果真的盡量做得好 我估計到明年六月之前 它都解決不了這個病毒的困擾 如果這樣的話 就會出現一個問題 美國經濟不行 將會怎樣做呢 美國股市可以多少呢 人人都認為 拜登上場之後 病疫就可以很快就好了 你看看 歐洲搞完了那麼久 好不好到 不行 因為你個個愛自由 愛自由 你就不戴口罩 人人人人出來要抱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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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 這個港股這裏 真是口罩不好 真是要找個好一點的口罩才行 要整個緊一點,不要弄得那麼鬆 弄得緊有困住的,困住的耳朵真是很不舒服 好,在這個周線圖上面 恆生指數終於是第一次挑戰保力加通道的上軸 在這點裡面,挑戰了上軸 那會不會是一個好的開始呢? 我自己個人的看法是有一點點保留 這個是日線圖 日線圖其實在上個星期四已經挑戰了上軸 接著你便繼續升 繼續升的話,今章會怎樣呢? 你會看到它會升上去 為甚麼繼續升呢? 為甚麼繼續升呢? 我看樣子,似乎好像差一點點力量 同樣都是這樣 看個別股票吧 比亞迪電子 經過周線圖上面 一個比較長時期的整頓之後 來到這個中軸道 開始作出的反彈 這種形態是好的 是好的 所以你會看到在日線圖上面 會找到挑戰了中軸 中軸上去之後 你會看到一件事 就是怎樣呢? 就是繼續 中軸之後它會繼續上去上面 上軸那裡 中軸通訊 中軸通訊 在周線圖上面 它捐住了中軸之後 上來這裡 就會去到這個位置 過了中軸 然後應該去看它上面這個位置 在這個日線圖上面 表現是相當之好 你看得到它 現在就向了上面向下 亦都再跟著 是這樣的 因此它的目標價格 我個人認為 是在望上面 以前28元相對的高位 長實集團 經過很長時期的 是整頓之後 下調之後 現在稍為 是因為賣蕩借的關係 所以有少少的上升 這個上升 夠不夠力水呢? 我個人看 好像是不夠 現在它這裡 來到這個日線圖上面 就去到這個頂部 就下回來 若然是這樣的話 那它們那個 就是這裡 千萬不要破回來的中軸 就好了 金瑞斯生物科技 金瑞斯生物科技 在這裏 經過調整之後 就開始有個反彈 周線圖上面 你看得到 它們在這裏 在這裏 在日線圖上面 就上了來 亦都挑戰了中上軸 再跟著 亦都起得好 這個中軸 中軸上 我估計 它可能在上面 還能看回14元 大致上這些上面的水平 碧桂圓 已經是調整了一個相當時期之後 起上個星期又回升 接著又跌下來 現在在日線圖上面 你看得到它就是上一上來 再下回去 之前 我曾經起這個10月27日 我認為它可以去到9.1 即是它去不到9.1 去到9.3之後 就回調上來 現在想看它的位置 大家看得到 都可以去到12.5 當然 如果它再繼續向上升 是會比較有好 這個是兩個月的日線圖 信用光學科技 看到它在周線圖上面 是以較強的上升力度 升破這個上的阻力位 這樣升破這個上阻力位 才是有力向後的 這些剛剛破了 鎮豬鎮豬的 就會回落 在11月3日時 曾經去完結 當時信用光學 它是大約143元左右 我認為它可以去到175元 現在基本上是在這裡 再看什麼價位 一個很瘋的價位 275元 大家會有一個問題問 為什麼會275元 其實很簡單 在這裡 大致上是850元左右 這裡大約是 之前應該75元左右這些位 或者再增值之後 有一個75元左右 在這點裡 這裡有100元 這裡有75元 你上來之後 大致上升了 這麼多錢 你再加上去 那就是這麼多 所以這個量度升幅 它可以給到275元 當然 升到275元的過程 是有一個很長的路程 當然會犯犯覆覆覆的 這個也不到我們暫時去看 你看到 升到100元 這裡差不多 升破了 現在是見出的歷史新高 升破了之後 量度升幅 就在這裡 再加回這裡上去 短線來看 這個信越光學 還是一個比較良好的走勢 因為在保利加通道裡 曾經有一個收窄的時期 這是一個大的整固期 然後跟著就擴張期 只需要維持著 在什麼水平上面呢 維持著在這個位 就是這些位 大約一四八位之上面 上面呢 去到升到多少 就真的沒有人知道了 同樣情況 你現在告訴我 港交所去不到500元 我想現在很多人都猜 可能會有 真是幾年前 就沒有人猜會有 那同樣也是 現在很多這些股票 它們由於是一個 新的經濟環境 新的製造業之下 它們的全景是可以很好 當然 其中一件事就是 它們繼續 是要保持好 它們的製造業的競爭力 如果不是的話 百年老店一樣會倒閉 我們今天就說到這裏 我們今天就說到這裏 好了 好 好了 好了 好